2024年了 远处有灯花 不对不是灯花 烟花 如果你问新年夜之前的我 2023年的跨年之夜会怎么过 我应该不会想到 我是这样一个人 在巴黎 远远的看着 那是凯山的上面的烟花吧 度过的 如果坏事都有前兆 这次旅程的开端 很难说不是奇异 悲怅了 我的Vlog Camera 在我的床上 不行我要振作作为一个博主 重要的不是我的设备 而是我喜欢录视频这件事情本身 在我找到我的Vlog Camera之前 只能用这种比较old school的方式 记录一下 又回到了城下Vlog的心事了 真的 这些人都睡起来了 在说什么呢 那人吃一夜 那边是刚刚那个安全警力早 哦 天气 真的听得懂哦 刚过了这个隧道 我们在台湾里 我来 好 好 好 这是什么 都好 so excited we're here 我们在台湾里的 我们在台湾里的 目前的时候还要排队 这个第一印象让我有点 人在总图刚买完地铁汤 晚上公广教堂 耶耶耶 到了 精英了刚刚的总图之后 我们终于进入了我们的公园 然后现在要出门吃饭了 现在是丽敏杰教授 法语小课堂 也不会懂 丽敏杰就是完全没有会再说 小课题 我还是懂很多啊 丽敏杰开始谷歌翻译 是懂很多啊 就是又想抽烟 但是又不会输 怎么会这么狼狈啊 es que vous avez un cigarette you have a secret 点色了吧 es que vous avez un cigarette 你为什么要突然蹲到地上 这个人要走 我是很尴尬的 就得放这个东西 es que vous avez un cigarette Philip Morissi 嗯 Philip 好 既然都是到鱼藏的最后一刻 才开始做攻略的吧 那也有 那也有在努力啊 太气了铁之门 我们终于现在走到了 真正的法国大街上 而不是像是老鼠一样 在地铁里面流窄 觉得法国还是很好的 又不是鸡饭也还是有点像 我觉得欧洲都还挺像的 有点像是 我们现在去一家 我在Eater.com上面找到的 嗯 街角小咖啡馆 送的来失望的走 这家店没开 太好了这家是开的 这家店就是很home 很local的感觉 来到法国的第一口法棍 以前品尝还没有我朋友的法棍 好喝 第一次吃蜗牛了 and this is everything else 这个卡底下说最有名 看底下天然是满满的牛肉 然因为第一次吃蜗牛 看他这样子 举手无措的样子 哦 手足不错 手足不错 你应该轻轻一跳就轻轻一吸 就没有这么多 嗯 他还在指导我 直接一跳就停跳出来的 看来他妈的头 怎么没有搞那么久啊 啊 换一个教室的这个 优雅永不过时 嗯 这个慕斯长得好粗稳 它应该会很fluffy 很甜 但是很好吃 巴黎的第一夜 就像新认识一个好朋友一样 喜欢这片 我们彼此之间充满了新奇感 在夜幕降临时 已经开始期待第二天的行程 好 现在出门健身 当J人和P人一起旅游 最难协调的是 我和李敏杰这个大拖延怪 原法三章说 我们要至晚至晚 10点20出门 冰天动地气鬼神 我们竟然在我们预定的时间之内 多了几分钟而已就出门了 这东西在和李敏杰的旅行中 并不多见 放屁 欢迎来到Day 2 我们今天的计划呢 是先去乱丁区 然后去那个什么岛上 什么四河岛 然后有个巴黎生米苑 在那边逛一逛 下午逛 现在要喝多喝 五个酒 从今来这个第一个滴水 Let's go 看今天买的水 Smart water 这个是Litchi water 费一点的人需要喝Smart water 好饿啊 我的电量已经快消耗待见 现在就是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中 我们重要大观众的随见女士 你需要赶紧给我打保镖费 根据摄影师的费用 今天早上的巴黎 巴黎你好 我好喜欢它这边 这个城市 就是很 活动的 urbanism的感觉 大家随我一起来看看 明明正在眼前啊 我刚刚还在想 这个写的 不是我小的那个呀 没想到还记得第一个成绵 现在这么多台湿 真的好期待 你们里面这么多奖杯 我买到我买到了 这超巨好吃 它里面的结构 我就是超级好 鸽子真的就是 传统艺能就是我这个可送吃掉下 他们就来捡 面团非常的筋道 能尝到它的面筋 但它外面又非常的脆 这就是这个 combination 就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很期待 另外一个这个 porn or chocolate 你不要偷吃了 你跟我说话 嗯 你这是小人之心 多君子去活 哈哈哈哈 哇 发 哎这种时候就是还是有点想念我的vlog camera 但是我转念一想 maybe it's a good thing 可能就是vlog camera这种东西 很容易在这边被偷 所以我没有带是一件好事 这个公寓大家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吗 除了那边的那只猫 嗨 大家欢迎来到Stone in Paris 谷歌地图说它是Emily in Paris拍摄的地方 文馆尊都甲都照片先拍起来 这酒在水里洗澡 它感觉好开心啊 在那个公寓起步的地方 我们拆这个应该是距离取景的餐厅 那感觉有拍像 来到了莎士比亚书店 但是这边要排队才能入场 现在等一等 我们的身后呢 就是正在修复的巴黎圣母院 刚刚浅浅学习了一下这个店的history 它之前是个monastery 然后它的那个founder 他在创始的时候也说起是the soul monk in this monastery 然后后来它是在1964年的莎士比亚四百年诞成纪念日的时候 我们还改成了Shakespeare & Company 用来honor另外一个就是Shakespeare & Company的书店 它是之前是一些很有名的riders gathering place 吓人导游说真好 肯定他要出现 这个书店里按理说是不能拍照的 但我们偷偷摸摸地爬了一些 我们刚逛完Shakespeare & Company 然后我买了一个袋子 然后拍卖了这本书 给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个法国的教授 就是去买这本书给他 这次的命运再次出现 又是一家不改的餐馆 中饭来这家店吃 他们的酒单设计的好好看 他连酒杯多少钱 他是按毫升的一起来吃 哦 这是一个什么 Foxy 送你做的 然后就是Foxy 然后就是一个 它吃的铁铁铁 因为这个香肠很好吃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咸 我觉得有些香肠就容易做得很咸 比如德国的香肠 然后这个配合就是土豆泥 就是营料 这个也很好吃 因为里面就是有一些 甜甜的水果香气 我想这种绿的是干嘛的 然后发现它其实就是这种 可以打开的小铺面 很有意思 一起探索巴黎的第一天 我们都很愉快 所有这些玻璃上面故事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拿了一个这个 才能告诉我们上面的故事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刚那个教堂 就是那边那个 真的好好看 对我来说是探索新城市 对李敏捷来说 是回访一个曾经待过很久的城市 或者是巴黎监狱 它里面好像有一个market 好美啊 好美啊 我觉得不管在一个城市待了多久 如果以游客心态去游览 总能发现许多 之前没有发现过的珍宝 到了巴黎圣母院 但是它正在修缮 坐满了人 他们都在看这个的正面 现在也坐上了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这个设置好有意思啊 因为它就像一个剧院 就是大家一排一排坐着 好像是在看一场剧 但你其实是在看一个悲剧的顶格 到了塞纳河边 秤游 我们刚赶到这儿 没有想到这个队伍这么的长 我们可能走到 看到队伍的顶端 又走了大概五分钟才走到这儿 现在就是缓缓等待机场 美文飞 不得不说这个游船是真的冷 但是巴黎铁塔也是真的美 冷到我们腿之大颤 我看到了 敌敌敌敌有病 刚结束了那个游船tour 然后我的手机只剩了20%的DM 并且我村里把被敌敌敌给抽干了 然后我村里 这是平等的抽取值 如果你抽了更多次而已 不 现在就是要去和我的同事的共同行友 是一个在巴黎 叫marketing的professor一起吃晚饭 中游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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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开心 能够认识这个教授 就是他人的超级车 就是很年轻的那种感觉 对吧 就是跟我们完全没有距离感 然后我们来聊的超级开心 像是同意人 刚才教会了我那个法式贴脸 叫什么来着 没有吗 Bizou 就是我觉得我人生中第一次 陪着法式贴脸 太有意思了 两位表演说 因为我以为我也应该 牵探一下什么 旅行的时候 我们仿佛总是倾向于统一步调 但在我看来 用自己的速度游览 才是最舒服的 即使这意味着有时 需要分道扬镳 来到了凡尔赛公 王子回家 王子回家 哇 在后面 那天哪 今天早上没有在吃早饭的地方买咖啡 就是我今天做过最大的错误 实在是太困了 我看那个凡尔赛工的时候 我就是会回欲睡 那就是大院中买了一个 很难喝的机器做的卡布 但至少还是咖啡 所以他让我revibe一下 但我还在这边等黎敏杰 因为他还没看完 是吃我刚刚买的马卡龙 是这个 这还挺有名的 吃一个皮西达西 再来吃一个这个什么 tea味的 对不起黎敏杰 我本来是想三个豆河你分着吃 但是我实在是太饿了 这好怪好甜 剩一半给他帮 这个那么大的黄宫 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 唯一是可能还有reservation 所以我们就只能 到一个很破败的cafe 买了这个sandwich 我真的是饿得很骨骑了 结局的theme 就是我们拿出了 昨天打包的这个香肠 穷人来黄宫野餐了 就是吃一些自带的东西 凡尔赛王子给你们做一些介绍 嗯 我们来到出名的这个波旁王朝的这个太阳王建造的这个宫殿 建造的 非常优秀 好镜头我们一起往左边看 看一下凡尔赛宫的这个 beautiful的这个风景 嗯好 那这些树也太规整了 就是像一个小标点符号一样的那个圆圆的 这个凡尔赛宫逛的人真是又冷又饿 两个农民速速逃回城 刚刚和李敏杰分开 因为他要去见他的一个教授 然后我现在独自逛嘛 马来区 我现在就觉得这些 这个地方还蛮像的 他就觉得还蛮像的 这个状态 我的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这个状态 对 这个状态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状态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在异国他乡艺人时的感觉的 因为我谁都不认识 就感觉茫茫天地间只剩下了我和美食 宝贺族机关鼓桌 第一家叫做Predilection 这个Predilection没什么毛病 但是就是有点贵 Item有点少 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那种Curated Vintage Shop 第二家知道这家很贵 但是咱们window shop一下 这个Isabel Marant的贵哥超级努力 一直在夸我 但是我就是一个无情的Shopper 然后就跟他说这我不很喜欢呢 第三家一个叫Mexi的店好像特别有名 是很好逛的 然后看到一些很可爱的日本工装 但是实在是太贵了 就是它一个很可爱的beating 这样一百多欧 然后我想想还是算 因为时长限直直系的look 先到这边终止 如果想知道我是怎么在巴黎 有爱深恨 请见下期